OPPO改革股份激励制度 股票将成为薪酬中重要部分 10月26日 OPPO于25日在内网HiO上 发布了一则关于薪酬改革的内部信 标题为面向未来 面向价值创造 Tony谈全面薪酬变革 内部信中称 OPPO将变革沿用数年的薪酬机制 在员工的薪酬构成中引入绩效果 在内部信中 陈明永谈到 现行的这套奖金购股方案 既没有让员工产生强感知 也不符合业界的普遍实践 简言之 股权在吸引 保留人财上发挥的作用 并不理想 据悉 OPPO目前虽没有上市 但其内部一直有独立的股票结算机制 即在QQ群里 员工称可以自行买卖及商议价格 内部员工称其为黑市